我是黄兆平,欢迎收看6月29日的今天大新闻 今天在线上跟我连线的是大家的老朋友 前台湾中央通讯社董事长陈过祥先生 董事长你早 董事长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你啊董事长 这个在香港晚上的时间跟我们连线 一起来讨论几件大事情 不过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中共在由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围堵之下 还有经济的往下行 还有整个全球很多人在对这一次的pandemic 这次新冠病毒的疫情还在充满疑狱之下 要欢庆他的中共建党百年性 那习近平今天在北京 北京时间颁发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奖章给29人 不过这29人等一下想请董事长稍微谈一下 这29人我看了一下资料 只有22人出席 当然有三位是身故 因为包括在中印边界战争身亡的战士 那有四位没有出席 那为什么这四位接受七一勋章 最高荣誉勋章奖章 但是并没有出席 这个原因不明 董事长可不可以谈一下 这个习近平从2012年主政以来 这九年多以来 正逢现在中共建盟百年 那很多媒体 中共的媒体在讲他党史 也提到了习近平 是这个毛泽东之后 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 你怎么来看过 看待这个习近平主政这九年多来 对中共的发展的一个过程 你觉得 习近平主政这个九年 那么可以说是在对内的政策 对外的这个发展策略 可以说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 我们的毛泽东 他可以说是一个革命时代的政治领袖 那么当然1949年之前 固然是他们界定的革命时代 其实在1949年之后 掌权之后 他仍然不断地进行各种革命 所以毛泽东基本上是革命时代的政治领导人 那么邓小平他是把整个政治的重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 所以邓小平可以说是这个建设时代的一个政治领导人 那么中间呢 这个江泽民 胡锦涛 他们基本上是去执行邓小平的路线 本身并没有一个创发性的一个政策 也并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 那么可是习近平他不一样 他可以说是中共迈向强国时代的政治领导人 所以强国时代呢 我们知道习近平2012年就任之后 他在2013年就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 那么这个倡议呢 是中国迈向强国的一个进攻性的一个作为 也就是他透过跟这个一代 这个思路地带的国家 还有一路就是海洋这个思路 国家的连结投资 然后创造一个 中国跟这些国家一个新的联盟关系 那么这是一个迈向强国的一个作为 另外他什么参与集团 然后上海论坛 那么这还有金砖 这种种都是迈向强国的一个发展策略 那么对于习近平呢 他是中共这个迈向强国时代的一个 我们讲说是一个引领的发展 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在世界舞台上面 争一席之地 或者是去挑战美国八祖地位的一个强势的进攻 那么在对内 他可以说是迈向一个威权统治 他在方方面面上面提升 他个人的一个领袖 要主控全局的这种地位 然后他提出各种新的施政的一个政策 那么来创造一个新的时代 你先别说这个什么反摊 其实在经济产业的发展上面 在军事建军方面 那么在科技政策的发展上面 或者是在这个中国的那个宣传体系上面 或者是党权的这个提升上面 他在在的都是迈向一个强势的 一个领导的一个做法 那么所以说他对内对外 都是一个中国迈向强国强权强势的一个领导人 所以他当然是在毛泽东邓小平之后 中国这个最有影响力最有权势 也是最有时代创造意义的一个领导人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他的方方面面的作物 都是一个强势领导的作物 包括现在我们看 他执政九年之后 马上他迈向第三个五年 第三个五年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打破成规的一个作物 打破成规 也就是他要迈向这个第三个任期 也就是引领中国 向新的这个强权地位 迈进的一个作法 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了习近平 他现在呢是一个 很多人认为他权力超过邓小平时代 那邓小平的时代呢 邓小平提倡这个集体决策的一个制度 那么这集体的决策呢 就是在江泽民时代 在这个习近 在那个习近平时代 吴景涛时代 都相当程度贯彻默使 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 基本上是从一个集体性的一个决策 迈向艺人的决策 所以他是一个极大权宜一生 极大权宜一生 我们从这个一个政治领袖 他甚至这个权力啊 非常的集中 权势非常强大 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个他如何抓组织 这个抓组织呢 在我们看来 这习近平弄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专案小组 特定这个各种委员会啊 各种工作小组 都是他亲自抓 可以说他反摆施政 无一不抓 是他透过这种任务编组的 这个组织来强化他的权势 所以这个我们看他从组织运作上 就可以看他是一个强势政的领袖 另外一点 他是不是把现实跟历史连结起来 那过去江泽民时代 或者胡锦涛时代 他不大 去强调历史上的 尤其中共历史上的意义 那么这个习近平很强调 很重要是什么呢 历史跟现实连在一起 现实上的事事非非 正当以否 跟历史的解释跟评价 有高度的关系 所以今天习近平批判很多 什么样 历史虚无主义 所以历史虚无主义就是 用过去中共的历史 来否定现在的政策的作为 也就是他对历史上的一些评价 来跟现实连在一起 那么习近平就非常非常在意 在历史的诠释上面 要抓在手里 要把历史的一个诠释 跟现实的导向连结在一起 所以他讲历史虚无主义 就是对于历史诠释的 一个言论的一个掌控 那么这个是一个政治领导 非常非常强势的人 他才会在这方面下足的功夫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习近平 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 所提出的各种文件 对于历史的一个评价 对于中共发展过程的一个诠释 或者是叙述 乃至于他个人在这整个的历史叙述中 所占的分量 习近平都是这个超乎过去的这个政治领导 最近有一个文件说 提到习近平的次数 超过提到毛泽东 更超过邓小平 然后他们提供的这个党史的这个教本 对于文革大大的减缩 大大的减缩 对文革的负面评价 也大大的减缩 然后对习近平执政之后的九年的政策 的作为的攻击 反而大大的提 大提特提 那么这个就可以看出今天 这个习近平是一个强势的政治领袖 而且呢 他非常非常在意他的历史地位 所以他今天已经把自己提升到 已经超过邓小平的一个 在历史上的一个分量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 就可以看出今天 迈向这个建党一百周年前夕 就可以看出 习近平所发动的各种的那种宣传的攻势 还有各种庆典活动 来强化人民对共产党领导的支持 以及对他个人的肯定 以及对于未来他所设定的奋斗方向的认同 都是下语的功夫 所以今年中共建党百年 也是中共迈向新的一个真诚 迈向新的真诚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历史上的历史性的一个时间点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越来越热闹 越来越多的政治上的宣誓 政治上的一个各种 这个礼仪性的一种表彰 或者是对未来争斗方向的一个陈述 都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像这个泉水潮水一样 涌现出来 所以这也是习近平时代 塑造一个强势领袖的一个作为 中共共产党从1921年 这个从十几个人开始在上海租界地的一个聚会 然后逐步发生了五十几个人的会员 到现在九千多万的这个共产党党员 他是全世界的人口最多的唯一执政党 我懂啊 如果陈如你刚才这样提到的 这样子这个中共要在庆祝七一 这个建党百年 如果说习近平现在的地位 已经追过了这个邓小平 追过了胡锦涛跟江泽民 已经直逼这个所谓的毛泽东的地位 或者甚至超越毛泽东 那难道习近平未来这处政九年 以及未来他可能在明年以后之后的二十大 开始第三任期 他没有任何挑战吗 他没有任何威胁吗 他不会碰到任何难处吗 这是大家很好奇的地方 西方媒体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 他个人啊 他个人的诠释 基本上是非常稳固的 最近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中国问题专家李安勇 他这个发表文章 也接受媒体的访问 谈到习近平个人的诠释 他认为是非常非常稳固 没有任何在党的内部有挑战的一个势力存在 有没有任何一个挑战者存在 甚至没有一个人 他是不能够够处置的 所以习近平现在的诠释 是这个非常恐怖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今天我们讲的未来所面对的挑战 我想应该是分国内跟国外来讲 国外来讲 今天中共是面对 改革开放42年来 最困难的一个外部环境 这个拜登确确确确实实是一个高手 外交高手 外交高手 而且布局非常细腻 非常说不利 非常有策略 而且按部就班 循序渐进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那么今天 如果还是这个 川普 川普时代的话 情况可能极然不足 那么拜登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已经 在世界上 塑造出一个 共同 这个 遏制中国 或对中国施压 的一个联盟体制 这已经非常清楚地呈现出来 尽管 每一个国家有自己 切身利益的考虑 那么对于 习近平 的中共 愿意施压到什么程度 愿意抵制到什么程度 各有各的盘算 那么对于拜登所期望 统合 这些所谓 自由民主国家 共同对抗 中国 这样的一个作为 配合程度 当然有差别 甚至 人前人后 话语不一样 比如说 七国 高峰杯 G7 或者是 北约 或者欧盟开会的时候 那些声明 那些声明 事后 这些国家 领导人的一个讲法 是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也就是 他们对于美国 所期望的 这一种 配合程度 是 有不同看法 而且 面对 跟 面对美国 跟面对中国 他们这个 表现出的 奇叹 是不完全一样 那么 所以说 这个 尽管 尽管 虽有这些 种种的 这个 个别差异 或者是 个别的利益的考量 但是 总的来讲 拜登政府 能做到 这个成绩 已经是 对中国 过程 非常大的压力 那么 这习近平 面对的 外部环境的 挑战的一个 重点 就是 这个 反中 或至终 联盟体系 逐渐的形成 那么 第二个挑战 当然就是一种 所谓 科技的封锁 今天 美国 最在意的 中共 的一个 对世界 秩序 国际秩序 的一个挑战 就是 你凭借 科技的实力 不断地 增强 然后 在世界的经贸 版图里头 占的份额 越来越大 而你的军事力量 也是因为 你科技的进步 或者是 运用西方的科技 然后壮大 你军事实力 但是美国 非常非常在意 而且是 拜登政府 集中力量 设定焦点 就是要扼杀 中国的科技的 一个发展 还有科技 的一个取得 或者在世界上的 科技版图上面 它的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科技是 封锁 是它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 当然是 在这个 川普时代 就开始 在习近平时代 是更有计划 更有谋略 更能结合外国 各国的势力 共同来形成 比如说 这个 跟日本的会谈 就特别就在意 这个 两国的科技合作 跟韩国 是个半导体的合作 那么 连台湾都被 这个 这个巨龙过去 要在科技发展上面 跟美国配合 那么 所以说 这个 习近平 这个中共 所面对的 第二个国际的 挑战 就是一个科技上的 封锁 这是个非常重要 第三个当然就是 军事上的 一个 对抗 现在我们看到 这美国不断的强化 它对于中国周边的 军事活动 那么当然 欧盟国家 也 某种程度的 被美国 拉拢到 这个印太地区 印太地区 被他 把他拉过来 逐渐把他导入到 印太地区 那么我们也看到 这个俄罗斯的 是世界上第二大 军事长权 那么美国 也透过 这个 两国领袖的会谈 进一步的 去拉 拉拢 这个俄罗斯 虽然他们之间 矛盾很大 没办法处理解决 但是他 要避免俄罗斯 过度的倒向 中国 那么这个也是 军事上面 他要让 俄罗斯的 军力 那么俄罗斯 他是一个 这个 破坏性的 搅局者 破坏性的 搅局者 在中东 什么破坏 最近要到太平洋 去这个示威了 所以这个 俄罗斯这个 城市不足 但是这个坏事 能力非常大 跟欧洲的关系 这个乌克兰问题 俄罗斯都摆出 这个军事上 可以借用的 姿态 那么这个 所以第三个就是 美国要把俄罗斯 跟中国军事力的结合 能够去 化解这种结合的可能性 或者结合的密度 紧密程度 大家去破解 所以中共 在外部来讲 就是面对国际的 反中同盟 面对的科技封锁 面对的军事施压 三重的一个压力 那么这个压力之大 是改革开放以后 甚至说1970年代 美国跟中共和解之后 承受最大压力的时代 这是一个外部 内部来讲 当然是稳定的局面 看起这个过程 认识问题 尤其是现在是 民族主义当道 那么中共的这个 强势的宣传 和这个舆论的这个操控 使得中国内部 对这个政府 中共政府的支持程度 达到一个新的高点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民意支持度 但是我们讲中国内部 很多的矛盾 在扩大当中 在升高当中 那么这个就是 必须有积极的政策的作为 然后来这个化解矛盾的升高 而且这矛盾很多是 潜伏在社会的底层 底层这个是 不是你用政治的威权控制手段 就可以把它消灭的 那么特别是中国大陆 现在这个 我们各种数据来看 它的这个贫富差距 是急剧的扩大 急剧扩大 那么甚至超过许许多多的 所谓资本主义股价 它这个贫富差距扩大 然后区域发展的平等性 增进的非常有限 比如说东北的发展 西北的发展 这个都是 滞后跟这个年代发展 差距还是非常的大 这是区域发展不平等的问题 因为世代的发展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讲这个躺平的一带 躺平的一带 这躺平的一带就说 我怎么努力 怎么奋斗 没什么希望 还不如我坚少欲望 我少消费 这样子我就可以 这个少承受 这个竞争的痛苦 少承受 为了向上发展 为了提升个人生活品质 而做了太多的这个 一个奋斗跟努力 这样会让他的这个人生过得更痛 那么这个为什么躺平的一带 这尽管不是多数 但是这个氛围 就代表今天你社会的阶级 逐渐的固化 能发展上去的 或者家里有财 有市的 你就可以有一个好的发展 一般的平民大众 没有很好的机会发展 特别是现在生活成本太高 不但物价高 房价更高的离谱 年轻人这么一辈子 都是也买不起一栋房 所以这些种种 让年轻一代觉得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的一个氛围 越来越浓的话 那么就潜藏着这个 他们的反叛的一个可能性 反叛的一种潜力 就会不断的滋涨 这是中国大陆面对一个 非常重要的社会挑战 就世代 世代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因为中国大陆金融 我们也看到 也是到处是埋藏的 地雷 在金融上面 这一种规范不健全 或者是 因为现实问题不能够多管 比如说银子银盘 这个民营企业 民间企业取得资金困难 这个国家的资金 大部分用在公营 就是央企 国企 生产 一般的民企 能得到的输血 非常有限 所以各方面的投机 也是非常严重的金融投机 金融犯罪 以及过度的举债 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度举债 造成一个越来越庞大的一个债务负担 那么这都潜藏了很大的危险 所以金融的一个危机 也是中共这样面对的一个越来越难掌控的问题 所以我想习近平他这个迈向第三个任期 他受到内部跟外部的挑战 和这个考验可以说是越来越严峻 当然现在中共政府 他的一个执政能力 他的一个执行力 还是非常高强的 可以应对内内外外各方的挑战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清楚 他所面对的这个环境 恶化 问题的深重化 是超越过去九年 未来这个所要付出的这个心思 还有要做出的努力 克服的难题都是越来越大 对东方你提到没错 这个我看人民日报也提到一篇数文 人民即是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 那中共建党百年 到底习近平现在所作所为 能不能够得到民心 能不能够力保他的党国江山 这个可以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几天 我想北京或是全这个中国 应该都还蛮热闹的 虽然这个外有这个美中国对抗 以及全世界的围堵 还有疫情的困扰 还加上经济的下滑 但是习近平现在 陈如刚才董事长提到了 几乎没人能够挑战他 这样一个能不能够克服很多困难 在迈向二十大的时候 他能够继续取得所谓的执政权 能够把中国带向另外一个 一个新世界 我想可能是很多人关注了 不过困难隐忧还是在 不过董事长 接下来想跟你谈谈这个 香港形势 你在香港就地观察 这个 这个